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关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这两天是一波三折 法新社5月4日援引欧盟首席贸易代表 东布洛夫斯基斯的言论称 欧盟已经暂停认可中欧投资协定的程序 意思是中欧投资协定凉了 没过一天就5月5号 欧盟的发言人就否认了 欧盟暂停推动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而是说东布洛夫斯基斯的言论 在报道的时候被剥离了具体的语境 在中欧投资协定在被提交批准和通过之前 其文本应该先经过翻译和法律审议 先辟谣 先是说明了欧盟并没有停止 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 然后又是老调常谈了 又指出了中欧投资协定 它的批准程序不能孤立于 广泛意义上的中欧关系的演变 因此协定被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情况如何变化 再留一个悬念出来 那么中欧投资协定到底还有没有戏 会不会凉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说答案 我认为中欧投资协定凉不了 过程一波三折 这是肯定的 光是谈判就费了7年的时间进行了35轮 批准阶段再出现一个小小的波折 并不意外 也不奇怪 反之如果真的是一帆风顺 那就奇怪了 谈判怎么可能费了7年的时间 但是到最后还是会批准执行的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原因 中欧投资协定为什么凉不了 中欧投资协定本来就是需要提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的 这需要时间 正常流程走完也就到2022年左右了 虽然投资协定不需要经过欧盟各成员国的各自批准 但是欧盟有27个国家 各有各的心思 有希望尽快批准的 比如说匈牙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商界的人士 但是大多数国家的政界还是抱着反华的旧思维 他是不放的 包括最积极的德国 国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他们会不停的向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施加压力和影响 就想把中欧投资协定这个事搞黄 所以批准的过程中有曲折是很正常的 就这些东布洛夫斯基斯们的言论 以后还会时不时的冒出来 就今年的下半年 明年可能都会有 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们要分析中欧投资协定会不会凉 一定要从根本上找原因 那就是中欧投资协定为什么要签 为什么会在2020年的12月份 出乎意料的完成了谈判 在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之后 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说了说中欧投资协定会对中国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中欧之间之所以在美国总统 清皇不接的重要关口完成谈判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多大的让步 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所有的经贸协议里边排第一 中国在与欧盟的谈判之中 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完全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 和欧盟进行对等谈判 这完全是给欧盟的企业 给欧盟的一些优势企业 进入中国大开放面之门 中欧之间的市场竞争 基本上都是高端市场的竞争 欧盟的低端市场本来就不多 即使对中国开放也没有什么可竞争的 但是在高端行业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如欧盟国家的 这是个事实 现在中国打开大门 明显的就是利好于欧盟国家的高端行业 让他们来中国挣钱 同时中国受到的冲击 不光是高端制造业 还有金融 医院这些服务性的行业 更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连国有企业的利益 都对欧盟做出了妥协 中国承诺 在中欧投资协定的框架之下 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透明化 让国有企业以市场主体的身份 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 这是前所未有的 欧盟可以说是祖坟冒了青烟了 才得到这样的待遇 如果说欧盟不抓住这样的机会 这真的是欧盟的损失 而绝不是中国的损失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你说的有点过分了吧 让国有企业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怎么到你这就说是天大的恩惠呢 就这一块咱们要重点的说一说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挣钱 是为了国家发展和服务人民的 为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公平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可以不计成本的 几年前公知们有一张图片 就是欧洲国家的人乘坐地铁的时候 都在看书 而中国人坐地铁都在刷手机 公知们就说 看看欧洲老爷们多爱学习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个笑话 欧洲人坐地铁 他倒是想看手机 他没信号 他看什么看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 别说地铁了 就是西部的边远山村 哪怕只有几十户人家 也要给你通上信号 国家电网给你通上电 当地的政府把路给你修通 这些都是央企来承担的 如果说国家不给予补贴 或者说政策性的支持 那国企维持起来很困难 这得花多少钱 所以有些央企 政策性的规定 它可以处在垄断地位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承担的义务也重 很多不挣钱的事情 必须得他们去干 你说承担着这么多义务的国企 你让他们公平的去参与市场竞争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要么是对这些国企不公平 要么是对中国人民不公平 对这些国企不公平 好理解 欧盟的企业都是私营的 你让他到边远地区去拉根网线 那做梦去吧 他是哪挣钱往哪去的 地铁上没信号 关我什么事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 去偏远地区拉一根网线 为了几十户人家投资上千万 一辈子都挣不会成本的 你说让中国的国有企业 与欧盟的企业公平竞争 这对中国的国企公平吗 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对于人们不公平体现在哪 前不久刚有一个例子 就很说明问题 美国的德州血灾 电费上涨了200多倍 一度电合到人民币300多 你用去吧 对于穷人来说 用不起了 对吧 这公平吗 中国也有血灾 2008年的时候 南方血灾可比美国德州 严重的多了 但是只要电网还有电 一亿分钱都没有涨 一度电五毛六 穷人富人都用的企业 你说让国企和欧盟的企业 去公平竞争 那国企势必要放弃一部分义务了 要不然肯定是竞争不过人家 但是一旦国企放弃了一部分 服务社会的义务 那对一部分人公平吗 富人有钱 受的影响要小一点 那穷人受的影响可大了 所以说呀 中欧投资协定啊 这里边别的让步 都是市场的行为 中国愿意让欧盟的高端企业进来 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 但是对于国企的让步是政治行为 这是中国第一次做这样的让步 这对于欧盟来说 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了 这也就是去年12月为什么中欧投资协定 出乎意料的完成谈判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说中欧投资协定量不了 欧盟里边你别看有些人死抱着反华的旧思维不放 但毕竟还是有明白人的 他们知道中欧投资协定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特别是对欧盟有利的方面还多一点 放弃这个协定损失更大的反而不是中国 而是自己 特别是在全球疫情又出现新变数的今天 这份投资协定对欧洲来说更是悠悠 有一个神助攻 就是日本对于欧洲来说刺激不小 4月20号日本批准的RCEP 就是去年谈成的中日韩 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失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其实RCEP日本才是那个关键 因为在RCEP里边 中国只是和日本没有自贸协定 和其他的国家都有自贸协定 日本不签 也就是相当于RCEP里边少了个日本而已 但是日本签了意义就不一样 第一日本签了RCEP就算全活了 第二中日之间经贸数额很大 在RCEP的框架下 日本对中国出口80%以上的工业制衡品 关税逐步降到零 这个太厉害了 直接刺激欧盟特别是德国 别的例子我们就不举了 就举一个汽车行业的例子 汽车行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特别是中国慢慢的放弃了房地产之后 会越来越依赖于汽车行业 日本的工业制衡品进入中国 关税为零 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呢 跟遭雷劈差不多 日本汽车和德国汽车 那是原界对头 日本多吃一口 德国就少吃一口 德国是很依赖于汽车行业的 德国国内 每七个人就有一个是从事汽车行业的 而对于中国市场 更是德国的命根子 德国汽车有40%是销往中国市场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影响 是影响大了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日本的新能源汽车行业 虽然没有德国的实力强大 但是在新能源汽车的上游行业 电池 电机 日本可并不落后 电池行业 日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如果说借助于中日之间的自贸便利 日本把新能源汽车的上游行业 与中国的制造实力深度绑定 那对德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绝对是个噩梦 德国的大众汽车还计划 过几年能够追上特斯拉 成为新能源汽车的第一 如果被日本赶个早急 损失掉一部分中国市场 再加上中国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 也是突飞猛进的 可以说晚一天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对于德国的汽车行业 都是损失 更别说凉了 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以后还会越来越多 2020年 中国市场卖出了2531万辆汽车 而根据中国成联会的数据 世界汽车市场 在同期的销量才7803万辆 这才是汽车行业 还没有说其他的行业呢 比如说高端机床等 不客气的说呀 德国的国运都寄托在中欧投资协定上 说到这呢 你就可以理解 默克尔为什么对中欧投资协定 这么上心了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利益在里面 为什么欧盟一些人还试图阻挠破坏中欧投资协定呢 原因也很简单啊 就是害怕中国借助中欧投资协定的进一步的壮大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蚕食欧洲的高端行业和市场 就这一次阻碍中欧投资协定啊 这些人里边啊 有很多都是被中国的进步挤掉了优势地位的人 他们对于中国的发展的速度啊 还有韧性啊 可以说是又恨又怕 我们还是拿德国来举例子啊 这明眼人呢 都能看得出来啊 中欧投资协定是对谁最有利呢 就是对德国 德国是受益最大的 那为什么德国内部还有反对的声音呢 我们拿德国的光伏产业来举例子啊 在2008年之前 德国在世界上 德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光伏产业的霸主 就光伏产业的核心科技啊 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德国企业的手里 德国从事光伏产业的人 舒舒服服的躺着挣钱 中国需要多金贵 德国企业能把价格炒到400美元一公斤 但是呢 仅仅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吧 中国就把德国的饭碗给端了 多金贵的价格给你砸到了20美元一公斤 德国的光伏产业啊 是全行业破产 所有的光伏企业全倒闭了 现在呢 全国从事光伏行业的工作岗位吧 也就两三千个吧 你想啊 从地主家一夜变贫农 都是败中国所赐 他能不恨呢 更何况这么多年以来 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啊 倒闭的欧洲企业是何止万千呢 这些人提起跟中国打交道啊 那牙根都是直痒痒的 能不反对中欧投资协定吗 另外呢 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因啊 这个就简单了 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啊 你反对中国就不发展了吗 中国的发展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是中国14亿老百姓的愿望 他不是抑制中欧投资协定 或者说任何一个经贸协定 签与不签就能阻止的 所以呢 欧洲还是有明白人的 与其阻挠还不如抓住机会 共同发展 这些人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在利益面前 任何阻力啊 都不是无解的 所以我相信呢 中欧投资协定 有波折正常 但是量的可能性呢 确实不大啊 刚得到一个消息 刚才啊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啊 从即日起 无限期暂停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 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澳大利亚彻底凉了 除了铁矿石 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啊 基本上全完了 这其实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啊 不在于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国家 中国其实也不介意和你彻底凉了 当然也是有意外的啊 那就是美国和美国不能凉 这个信号呢 对于欧盟来说 也是有意义的 欧盟呢 说到底 它毕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啊 愿意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 即使说没有中欧投资协定 中国完全和可以和你签署一个双边的投资协定吧 一样的嘛 啥都不影响 不愿意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 那量就量了吧 澳大利亚还是处在RCEP框架内的国家 都可以量了 更何况一个中欧投资协定呢 真的量了 还可以各个攻破嘛 所以说呢 退路啊 双方都有 那其实也就不用退了吧 因为双方都没有 把对方拿死的能力 那又何必呢 对吧 往前一步 确实是海阔天空 大家都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说呢 中欧投资协定呢 最终执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量不了 今天的话题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节目 再见